可以啊你 我还在想李壮元要是挂客了 面子会不会没有地方放 你怎么了 李萱 你怎么了 李萱 你怎么了 李萱 李萱 他这个是老毛病了啊 一度二度的时候呢没有处理 所以现在就越拖越严重了 如果再不管的话 连路都走不了了 这样子明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 去找一下王主任 把这个片子呢给他看一下 看看需不需要手术 这么严重啊 如果现在排手术的话 得要小半年了 那咱们先理疗一段时间 边治疗边等 如果效果好 也不需要挨这一刀了 好行啊 那我就先去办这个 行行行 医生 您知道我弟在哪儿吗 你弟叫什么名字 李萱 李萱 你不认识他吗 到底谁是家属啊 我是他同学 您是 我是他姐姐 那个 姐 李萱还在急诊观察室 我带你过去吧 好 好 谢谢医生 好 好 李萱还有个姐姐 从来没听她提过 好 放心吧 她已经没有事情了 谢谢娘同学 我住在郊区 一接到学校老师电话 就赶来了 可路上远 幸好有你照顾她 没关系 她是在体育科运导的 我刚好就在旁边 你放心 医生刚给她打了止痛药 过一会儿她就能醒过来了 你吃饭了吗 要不咱们下楼去买点 好 好 走上学 谢谢啊 还有 同学 这太不好意思了 我给你吧 不用不用 我来就好 我来就好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你也是从林阳来这里的吗 我是嫁过来的 我们家条件不好 我妈又有病 我就想着来打打工 可也没挣到什么钱 我弟 早早地就想挣钱养家 我看他这个腰 肯定也是累的 医生说李群的脊椎受过伤 是怎么回事啊 怪我 都怪我 那孩子们年轻 那以后该怎么办呢 姐姐 你放心 我们这次一定逼他 把手术做牢 没有用的 他不会听我们的 他从来就不听我们的 他从来就不听我们的